好 再来我们来看到 才爆出掏空遗云的台北天空塔 竟然又爆出了震撼弹 天空塔最大股东 来自海外的不具名公司 大动作要将天空塔90%的股权 全数出售 那金额外界推估 可能上看百亿 不过天空塔目前没有使照 何时能获利这也都是未知数 而且也被质疑 背后可能就是中资 阴架帆布盖住荧光绿窗户 网上看建筑直销天际 而对面就是台湾最高的101大楼 台北天空塔今年1月 才爆出中资假冒 想介入经营权 又有掏空遗云 没想到短短几个月 持有台北天空塔90%股权的 不具名海外公司 又委托要将股权全数出售 台湾第二高楼这次买卖 将以意象书情势出售 而且不管是在亚洲 还是香港等地区都有公告出售 等于说不管是在台湾的企业 还是国外法人都有机会买入 大力向大咖投资人招手 毕竟想购入 手上没有个数百亿可不行 预计入手后 持股买家可以进一步 从营业中收取利润 不过因为天空塔 目前还没有拿到实照 而建设权也还在原开发商手里 何时能得到营运 获利都是未知数 你说会不会有人买 当然会有人买 因为第一个 它的位置在新一区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建案 不过这回股权出售 不仅流程严谨 实际询问接手商众 对于天空塔经营权 公司资讯都相当保密 这趟先前中资介入风声不断 让外界质疑 这次大动作受股的 不具名海外公司 背后很可能就是中资所有 中资的买卖 它不会用买卖房地产的形式出现 因为如果他真的去买这栋楼 那当然我们政府就知道 所以他们买卖的是 这一栋不动产所持有的公司的股票 就是目前为止 它的讯息太不透明 导致我们也无法判断说 它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究竟这第二高贵大楼 会不会是颗烫手山芋 天空塔各种消息频传 也为台北新的高空战局 再填变数 东森财经 神运的卢阿珍台报导